欢迎来到Top最娱乐 一行嘉宾回归 目前中餐厅五已经开始第二站的录制 一行人来到桂林 引起不少轰动 赵丽颖也现身桂林机场 佐证了录制第五季的消息 赵丽颖穿私服现身 戴上帽子和口罩 根本看不清脸 但她身材瘦小 走路带风 粉丝一眼就能认出 赵丽颖还跟以前一样 走到哪里都带着保温杯 陆拜托了冰箱就背着 陆中餐厅也不离手 越来越养生了 这次穿了一双粉色厚顶马银靴 走路好拉风 这么大的鞋子 显得腿更细了 身板也越来越瘦小 看来离婚的事情 让她承受了不少心理压力 不过赵丽颖还在继续工作 她很坚强 也给单身女人树立了榜样 一个人也要努力把生活过好 其实赵丽颖和中餐厅 嘶闹得有些不愉快 当时节目组恶意剪辑 给她塑造了很多人设 让她的形象受到影响 被粉丝围攻 工作室都站出来硬刚了 明星参加综艺节目 大多是为了圈粉 但赵丽颖却被剪辑成不懂事 爱焦虑的人 还因为挑菜 爱哭 爱生闷气 干活不多等 受到网友吐槽 但其实那不是完整的赵丽颖 节目组只是为了热度 把赵丽颖不好的一面刻意放大 赵丽颖在中餐厅也干了很多活 有一次一个人忙到晚上11点多 结果只剪辑了一分钟 有时候和别人一起干活 却被剪辑成某个人自己做的 她就是工具人 被利用了 粉丝为她抱不平 让她远离这个综艺 没想到才过去一年 赵丽颖又想念这里了 或许赵丽颖比较念旧情吧 毕竟还有黄晓明在 加上节目组也道歉了 她就回归了 得知赵丽颖回归 网友超激动 还以为能看到赵丽颖和龚俊同框了 俊男料理同框 向来很吸引人 但遗憾的是 赵丽颖来的这一期 龚俊似乎缺席了 在最新路透中 少了龚俊的身影 黄晓明带着大家去购物 现身桂林的大商场 被人群包围了 黄晓明还是那么热情 主动跟街坊邻居打招呼 一点也不怕与人交流 很有担当 大家购物完毕的时候 商场已经围满了人 大家乘电梯下楼 就像模特一样被人拍照 这时候也是黄晓明站在最前面 扛起了所有 而嘉宾阵容中 少了龚俊的身影 而多了一位新人 疑似是谭剑刺 来桂林两天了 黄晓明每天都在购物 还买了好大一筐香蕉 谭剑刺负拿 很有男友力 明镜一直挨着丁针走 似乎很喜欢这个帅弟弟 只是少了龚俊 也难怪桂林站请嘉宾了 是人数不够了 有粉丝曝光龚俊缺席的原因 疑似和其他行程冲突了 要去录制别的综艺 所以缺席一期 还有粉丝透露 龚俊七月份就要进组了 可能只录制一期中餐厅 以后就不去了 总之 因为行程问题 龚俊不能每一期都出现在中餐厅舞 也相当于飞行嘉宾了 好遗憾 不知道赵丽颖这次回归中餐厅舞 能录制多少期 鉴于往年恩怨 应该也不会待太久 只希望节目组这一季聪明点 别再为了炒作恶意剪辑了 好好做菜不好吗 本期节目就先到这儿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 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